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Poly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 跟着Poly一起用对的图表 比音要视觉化重要一百倍 那我知道视觉化图表 已经充斥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你现在不管是开APP 看网页 都是用视觉化的图表 来取代像过往的那种纯文字的方式 但是用对的图表很重要 是因为已经看过太多人 误用图表 为了视觉化而视觉化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比较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方式 其实人家专家学者就有去研究出来说 我们在做不管是比较组成分布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式 去做一个图表的显示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我常常比较容易看到的内容有哪些 我们先看这第一张图 如果这第一张图 我没有告诉你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第一个项目跟第二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几乎是第二个项目的两倍 对吧 但是你仔细看 明明36%跟34%他才差了4%他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在轴的设定上面 你有没有仔细看到它是从30到36的部分 它为了要让视觉的呈现上面比较突出 来显示说我的第一项比第二项多很多 那实际上呢 在这个柱状图上面 它实际上4%的差异 甚至是1%的差异 它其实没有到这么变化这么明显 所以我们在说故事的时候 你的轴会让受众的人观看的感觉会差异的很多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误导大家 或者是你想要去陈述 用很夸张的方式去陈述的话 你就会看到有些人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陈述 但是其实实际上 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报导的话 我们可能要用比较完整的从零开始的轴去做呈现 所以大家以后在看这个柱状图的时候 必须要记得 你的那个轴看一下它是不是从零开始 那如果你知道它是从 例如说中间30%开始的话 你大概也要知道说 它想要呈现的对比的方式是怎么样 那最常我们其实看到的是 不管是脂肪图柱状图 那有些人就觉得说我一直看脂肪图柱状图很腻 我觉得圆饼图比较好啊 我不能用圆饼图来呈现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圆饼图它出了什么问题 首先 你没有看到这里项目这么多 琳琅盲目 这张图 不仔细看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香吉士或者是葡萄柚 但仔细看原来它是想要在讲每个类别在这个市场上面占比的一个分析 但是呢 这样子的方式在解读上面 没有人可以看懂现在在表达什么东西 所以应该会有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是我可以做一个排序 排序很重要 我们前面就讲过了 我从大到小的方式去做排序 那我在做排序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用颜色比较相近的方式 例如说这样的方式去做陈列 不要硬要用圆饼图 那当然我也有看过说 还不错的圆饼图的使用方式 例如说 如果你今天你的比较项目就三项跟四项 那你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他们个别的占比是多少的时候 我们可能用圆饼图的方式还是可以去做呈现的 这个是先掌握一个原则 不要到那么多的项目 那再来的话圆饼图一定要做一个排序的部分 从大到小 那像我们刚刚的 这个完全没有排序 我现在问你谁最大谁最小 我是不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倒不如我们用原本的这个方式去做呈现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图呢 也是我很常看到蛮多人会这样去呈现的 他想要去说 他在每一个区域 他的业绩的增长的状况 以这个四年的资料来讲的话 他就会长这个样子 那如果今天有第五年资料 第六年资料 他的长条图就一直往右边长 那这个图就会越来越压缩 那其实这样图的缺点是什么呢 我在看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区域的时候没有问题 这个微小的变化 我还是看得出来 但是到底谁高谁低 这个没有到那么明显 那再来的话是我要跟别人做比较 例如说我中区想要跟南区去比较的时候 越远我其实越看到底谁高谁低 也不是这么清楚 有没有更好的表示方式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折线图的方式去做表现了 折线图的表示方式 他其实就是很适合我今天随着时间的维度去做一个变化 那今天如果我是做项目的比较 像刚刚我去做刚刚提到的 我有这么多的产品分类 我想要知道每个产品分类 所以他在我们市场上面的占比 我会用这个资条图的方式去比较 但如果我今天想要表示的是 随着我的时间来看我的数据的变化 我除了可以看我自己本身 例如说我今天就是想要跟老板来报告说 每一个产品都在往上涨 但是有看到东区的这个产品 它是一路长红 但其他的项目并不是这样子 我还可以去highlight 但如果是你刚刚的这张图有办法吗 很难而且要花很多时间去解读 所以我们用对图表很重要就是这个原因 你不要看不起这张折线图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在做时间的维度 我们就是必须用这个折线图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 那在折线图有时候我们如果想要再去更强调 不管是它的成长或者是下滑 我们截取某一个区段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变形成斜绿图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 那这里的话写绿图可以看到的是 如果在这张图上面 我想要去强调西区的成长性 我就会把西区再换一个颜色去做一个表示 那没有看到的部分 我就让主管去知道说 我今天报告的重点在哪里 那除了我们可以强调成长 当然就会有强调下滑的部分 那在这个资料面只有四个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眼睛视觉是很容易去解读的 所以斜绿图会在什么时候它会变得很突出呢 当我的项目很多 今天你要跟大老板报告的时候 有一个项目你已经发现它特别的有问题了 你想要特别的highlight出来的时候 这时候你看斜绿图它是不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你会觉得说 我与其在那边数字讲说它下滑了多少 你直接让主管去看斜绿 它是抖上还是抖下 这个时候就是斜绿图它好用的一个地方了 那这些东西都在在的说明 我用对图表的重要性在哪里 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个也蛮常会去遇到的一个部分 例如说我们今天我想要看一下 大家如果去美国旅游 大部分都是去哪一个城市去做旅游呢 那我们可能在以往的话 你用这种纯文字的方式去做表示 那有比较进阶的方式说我做一个排序 然后呢我在这个图表上面涂上颜色 那这个颜色呢越深就代表我去过的地方越多 但是这样子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那最好的方法或者是说更好的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用文字云 大家这个一定都不陌生 用文字云的方式去做呈现的话 很快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某几个城市它特别的突出 而且这都是很知名的大城市 好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去透过这几张图表来分享说 用对图表很重要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有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再把它跟我去留言做交流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把今天的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因为真的蛮多人不知道他用错图表了 尤其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图 你们现在去网路上搜寻一堆人在用这样子的方式 他们就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但是其实真正的简单不要让别人去想 我到底这个视觉的解读 这样是越直觉是越好的 好希望今天的观众朋友都会喜欢今天的节目 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拜拜